今天建国一百年的双十国庆烟火 这次呢是在彰化的工业区登场 吸引了二十多万人前往观赏 刚刚有没有看到了 真的是这个烟火非常的璀璨 但是呢有民众不想人挤人啊 人挤人发生意外 所以特地的包下游艇直接出海去欣赏 但没想到的是因为海面上风浪实在太大了 全船的人都吐成一团 穿上救生衣民众特地包下游艇 出海拥抱整片天空 要把国家一百岁生日最后几个小时好好牢记 一览无遗的夜空炸出绚丽火花 但是烟火还没看到极眼 全船的人却吐成一团 也不管女友面有菜色 男生把握浪漫时刻 当场求婚 面对突如其来的求婚季 女生全忘了晕船这回事 套上婚戒再来一个深深的一吻 却因为风浪太大 船身不停摇晃 民众看烟火的兴致全没了 特地准备的餐点动也没动 真的好扫心 为了看到最美画面 这次花钱包下游艇满心期待出游 没想到风浪搅局还提前回航 也让船上乘客过了最不一样的双十国庆 中天新闻台中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